亚运会女排八强阵容出炉了,在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中,越南女排3比2先翻哈萨克斯坦,将中国台北女排逼上绝境, 因为中国台北女排下一站的对手是韩国女排,现在两队的比赛也已经结束,韩国女排没有给中国女排台北女排任何机会,干净利索3比0拿下比赛,这样中国女排所在的B组的排名就产生了, 1.中国女排2,韩国女排3,哈萨克斯坦女排4,越南女排因为A组绍一队,所以早在前天就已经分出胜负,中国香港女排遭遇淘汰,其他四对排名如下, 1.泰国女排2,日本女排3,印度尼西亚女排4,菲律宾女排这样,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结果也出炉了, 第一半区,中国女排VS菲律宾女排日本女排VS哈萨克斯坦,女排两组的胜者晋级半决赛第二半区, 韩国女排VS印度尼西亚女排泰国女排VS越南女排两组胜者,晋级半决赛这次亚运会的小组赛, 中国女排发挥还算是毕竟稳定,没输一局,同时也没有给任何对手机会,干净利索给其他五支队伍剃光头, 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A组的日本女排,竟然会0比3败给了泰国女排,要知道日本女排赛前,可是去美国集训了大半月, 结果回来还没怎么打就原形毕露了,现在亚运会的比赛正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, 还有三场比赛就要说白白了,很快就要进入9月,期间还要经历两场大赛, 一个是紧跟亚运会的瑞士女排精英赛,一个是9月中旬左右,在泰国举办的亚洲杯, 9月底亚洲大西式锦赛将拉开帷幕,时间不多了,希望姑娘们好好利用盛夏的机会, 赶紧查缺补露把状态调整到最佳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